未停EA 來我們教一下 這個 庫輪機的設定 這一台是 這是什麼庫輪機 看一下 反正就是 如果你是這個牌子的 那是怎麼戴 反正這個牌子的 就是OK先按著 對 OK 按著 它長按,它會進入四樣選項而已,它沒有多 第一個就是設定那個電池容量 然後第二個是設定,我充飽電的時候滿電容量 那你滿電你設定多少? 13.8 不是14.6嗎? 14.6,你充飽14.6它會降 那是當下充飽 一般都是設13.8,比較多 然後再來就是低電壓的時候 低電壓你設多少?11.4 所以11.4它就會叫 你叫那個車主過來 低電壓 老闆娘 它不叫低電壓,這個是百分比的低容量 容量會零的時候就是11.4 如果你這個庫輪計在叫,在叫的時候 表示你的電池是低電壓 就是快沒電 那個說明書可以給我們嗎? 可以可以可以 我給他一張而已 就一張而已 沒有,那給他啦 給他啦 我們那個時候再買就有 他是特別跟他要的 對對對,那給他 來這一張就給你 對啊,因為到時候不會設或叫我小孩子 看著說 那給你 一般你們不會去動到裡面 是不會動啊 我們只是說他教我們怎麼調整 OK 一樣 OK 年輕人 對啊 好 這一個 他就會回去 他為什麼要299 底下在充電 哦,OKOKOK 好 容量還沒到百 13.5 他不是看 他是看電壓出去 那你可以把它歸到400 有辦法這樣嗎? 你要充飽 因為他電壓還沒到13.8 好,OKOK 錄營用你的 你說這是兒童用的 那是兒童用的 所以你要買股價回來就好了 沒辦法當買股價 那你車幹嘛 換這兩塊 他可以當買股吧 不行 這個房間 單買股價不行 單買股價不行 就是人家破掉了 那不行啊 我問過了 你不要問我都問過了 你車在哪裡 外面啊 哪裡 可以收啦 李大哥想說 我們等一下把他收到哪裡去 一堆東西啊 一堆 剛剛他都亂塞啊 我明明就真厲害了 對啊 這晚上要喬一個位置 來睡覺也是感覺的 不會 欸很快 很快啊 他現在是要走了 他現在全部給我亂塞上車 看起來 這個我跟你講 這個不是李大哥的標準 李大哥都要收得很整齊 對齁 我都忘記他 他那個東西都要那個的 我們有一個朋友很龜毛 龜毛到什麼時 你看喔 你看 來我現在講一個他收好了 對不對 然後老闆娘穿什麼 拖鞋 來這兩個穿什麼 拖鞋 人家在上班啊 他錄影也穿這樣 對他錄影也穿這樣 他釣魚也穿這樣 哪有喔 我釣魚穿雨鞋啦 他會不會穿這個鞋 我錄影的時候應該還好吧 我錄影穿涼鞋 沒有 皮鞋 或是阿兵哥那個鞋子 對 那你不會露腳葡萄 對對對 你會怕蚊子 蚊子跟那個有什麼關係 這個 這個人很龜毛 所以他在賣車的時候 他也是很龜毛 他車子一定整理到很完美 他上一台車啊 很誇張 看到那個鋼圈啊 他覺得不太適合 還主動幫客人換掉 沒有人這樣子送的啦 那連鋼圈還好好找到便宜 那連鋼圈也把人家換掉 你知道嗎 誇張 紅白色錄影車那一台 對啊 那看的那個真的是 連鋼圈都換掉 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欸我的鋼圈 你有沒有看得很不舒服 這樣換也可以啊 欸你這還是原廠嗎 你只是缺蓋子而已 我有蓋子啊 對啊 那蓋子衝上去就好了 我已經變形了啦 鋼圈變形 沒有變形 沒有我弟說後面變形了要換 你開起來會偏啊 還沒還沒 都校正好了 他說這一次 下次換胎了之後 四個鋼圈要全換掉了 對啊 你會換那個漂亮一點 不是原廠鋼圈會很漂亮 對啊對啊 OK好了 沒了 這樣 啊這一個咧 喔對齁 你好 你這個 都你拿出來的 呵呵 說一說我們要測了 我們今天是來維修那個庫輪劑的 第一次遇到 遇到庫輪劑是快樂錶 對啊 三倍快樂錶 還是那個電壓設定是錯誤 沒有 他整個 他那庫輪劑也不能 他那錶是真的有關係 他也沒辦法重置 嗯 啊這個可以 寄回去換嗎 不行 你看 這個 這個是你們的損失 這個就是齁 掏 掏保 掏保的貨 他的損失是這樣子 很多東西其實都來自於掏保 但是齁 很多人認為說 哇那你為什麼 為什麼 有時候一倍再賣 我問你啊 你如果不一倍再賣 你只要買到兩個壞掉 對啊 你就損失了 沒得換 完全沒得換喔 因為你寄回去的 因為花不來 對 對啊 幾乎都是損失啊 對啊 這個有些人不曉得 好 所以這個廠商的勝選很重要 對啊 有些人 有些人 賣對外的東西 是沒有保固的喔 帶貨 帶貨是沒有保固的 就跟你日本帶貨 他會保固嗎 不會啊 一樣意思啊 好啦 稍微說我們要測了 李大哥也可以測了 對 今天 回家休息 那個 欸 老闆娘 有 老闆娘我們要去哪裡 我們現在去找花 要去密室 要去密室 要去密室喔 我們現在在台灣的高速公路上面 這是屬於梅花山 那梅花山可以去哪裡密室 不知道 你 你記不記得有一年啊 我們自駕遊在日本的時候 然後我們進去他的休息站是很興奮的 對啊 而且他們那邊有很多東西可以買 不是 你到國外本來 連他們便利商店裡都有很多東西可以買 對啊 我就想要關於超市 去逛日本的超市喔 對啊 日本超市超好快 其實 而且我會買很多材料回來煮 對啊 就跟我們的台灣的國道高速公路 也是很多東西可以買 這都是吃的比較多 我要買回來煮 是喔 我這邊都是 買一些熟食啊 對不對 我只是想要吃把辣 吃把辣喔 嗯 前面只有一個休息站 對 我贏了一個 關係 如果早上不知道吃 你等一下就吃不到 什麼 因為我以前 很常買這個給小孩吃 然後吃什麼 夾 夾起司 然後夾那個果醬 我才會自己做果醬 我那天吃到好想吃喔 我買不到那個型的 那你下次可以自己做果醬 最近都沒有 以前家裡有上針匠嗎 是喔 你看我現在要去哪裡 他要去密室 密室 去關西休息站 因為中午還沒吃 剛剛去忙到現在 現在已經幾點了 兩點半 對 兩點半吃完 又要吃晚餐 可以晚一點吃 可以晚一點吃喔 可以晚一點吃喔 好啦 所以我們現在準備 北上 這樣也是三天了耶 三天三夜 我們一週有七天 然後有三個晚上是在外面過的 有四個晚上是在家裡過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這個禮拜有三天是睡車上的 剛剛喔 剛剛我跟那個 那個長走手排的那個大哥 在那邊聊天 我說你們這樣很滑的來耶 他說為什麼 我說你們 假設來講啦 像他的老婆還在上班對不對 假設他每個禮拜都出去外面睡覺 對啊 每個禮拜都去找那個海景啊 風景啊 最近有人住飯店住兩萬六 喔 為什麼 就那個 昨天說去住一個很厲害的飯店兩萬六 一個晚上要兩萬六 對啊 結果他是睡他旁邊 等等 哈哈哈哈 他省了兩萬六 他就省了兩萬六 他說他今天晚上省了兩萬六 然後我想要幹嘛 他說你照我睡在一個很貴的飯店裡 我現在跟各位講一個 其實 省錢喔 我們為什麼說這種車禍可以省錢 如果說你今天 假設來講 你住在韓碧樓的旁邊 你跟韓碧樓逛的是同樣的景 對不對 那你覺得你這個景值多少錢 你心中有多少他就值多少 對啊 對不對 假設來講我們今天要去睡一個飯店 這個飯店五千塊 像比如說翡翠灣海景第一排 那飯店一個晚上五千五千五 對啊 你就這樣去換算就好了 你看喔 你光省下車 在外面住飯店的錢 你就省多少了 總之都出了 我們要去綁廢 但是 但是有些人會跟他講說 那我買一台露營車 我住飯店可以住多久了 如果 你可以買一台二十萬 對 如果你今天你假設 你買一台露營車花三百多萬 那我這樣跟你講好了 你這三百多萬 你拿來住飯店 說真的 你真的住不完 真的 可是他沒有辦法跟韓那麼有近距 他沒有辦法跟韓那麼有近距 他沒有辦法跟韓那麼有近距 那我們今天講三百多萬好了 如果說你每天都去住韓碧樓 一次就花兩萬 兩萬喔 那你五十二週花多少 五十二週花多少 五十二週就一百 一百多萬 一百多萬 你可以住三年耶 三百多萬可以住韓碧樓住三年耶 那你只能固定在韓碧樓喔 不能去 沒有啊 他可以固定去其他地方啊 一三百多萬真的可以他睡完全台灣的飯店了耶 高級飯店 對啊 高級飯店可以睡全台灣的飯店了耶 那真的如果你是以三百多萬的角度來看這樣子的事情 那真的 真的是 睡不著 睡不著啦 但是我們今天話又講回來 我大叔沒有叫你說要買那麼高檔的露營車來去 這樣子買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再講一個啦 你睡三年之後 你三百多萬是不是花光了 今天假設在講 好啦你今天買一個三百多萬的露營車 你睡了三年之後 這台車還可以值個一兩百萬耶 沒有 還是比較省 因為你這台車還有他的參與價值在 而且他的價值是很高的喔 聽說現在Ocean的參與價值非常高了 兩年三年後的車子大家還是搶著一樣 所以還是比較省錢的方式 但是如果你今天像我們這樣子弄一台二手的T4 來改裝 哇那省下來又更多了 對不對 Ocean也是睡 T4也是睡 你改個先領也是可以睡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是我們一直推行的 最省錢的旅遊方式 然後還有多久才會到現在 你要幹嘛 我肚子好餓喔 你肚子好餓喔 你肚子好餓 那你開你的餅乾來吃啊 沒有喔 等一下趁餅乾我吃不下 是喔還有多久喔 關係已經到了你看 還有九公里 還有九公里啊 關係龍潭 還有九公里 就到 你好 不然有一點想到整個案子 哎呀 上次我們在關係的時候 老闆娘把我的鑰匙丟掉了 關係 對啊 所以你不可以交給我嗎 我現在鑰匙都不會交給你了 很放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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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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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